根據中國傳統曆法 十二生肖是用來記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種動物 順次序是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對應的時辰分別是 子、醜、人、卯、神、智、五、味、生、有、衰、海 從晚上十一點起計 半夜十一點到一點是子時 也即是暑時 早上七點到九點是神時 也即是龍時 李小龍本名是李鎮帆 1940年早上七點到八點在三藩市出生 出生在龍年的龍時 還不是龍的化身? 家人跟他改名時 名字跟龍有關也很自然 但是他們最終跟小龍起了個語名叫細鳳 至於為何改細鳳不是改細龍 背後原來有段故 李家在小龍出生前有個男憶腰截 對於那些迷信的中國人來說 他這個死鬼大哥會陰魂不散 一是回來找個弟弟做替身 不是就對付他家裡的男人 死於非命有之 家破人亡有之 為了打破這個詛咒 家人就跟他改細鳳這個女生名 讓鬼魂不以為他是女生 那就不會來搞他了 I Cantonese 愛廣東話 愈語保育及傳承 如果覺得內容適合看的 Subscribe 是